林冠军女士的家乡 在北京丰田区南苑乡 他们的家乡的土地和房子 在2011年的时候被侵占 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抗争 一直到2012年的7月4号 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 他们的村庄在凌晨 黑压压的涌进来 一千多个黑衣人都是黑社会的 进入他们的村庄进行抢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林冠军女士 拿了汽油浇在自己的身上 她打算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 与自己的土地同归于尽 就是这样一位女士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林冠军女士 有过三进三出监狱的境遇 第一次她也是 第一次是为了维权进了监狱 第二次也是为了维权进了监狱 第三次 她是要求官员公事财产 为了公民的平权 她进了监狱 所以她呢走过了这样的一段的心路历程 还有李冠军女士来到美国以后 她曾经在华盛顿进行 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口 进行了两个月的抗争 近半年四五个月 风雨无阻 每天都要来回都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在2015年的 4月 2015年的9月 她成功的拦下了习近平的作将 在她的那个论子底下 当时全体的媒体给了报告 2016年的4月 当习近平来美国的时候 和峰会的时候 李冠军女士再一次的突然的 从护兰沙冲出去 想来习近平的作假 要跟习近平交战 这就是在4月的6号和7号 在佛罗里达 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上 那么李冠军女士 一路走来 她的行动力 她的勇气 她的坚强的意志 都是值得我们 在阵阳和传播的 也是值得学习的 今天我们请李冠军女士 在这里跟我们大家 分享她的行动历程 谢谢大家 分享我的中文报 现在先放一段视频吧 我在2015年9月25号 这一段视频 到她的那个 特别家里 一会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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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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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警察还是比较友善的 没有把我怎么样 我的故事是从2010年开始的 那时候我们村的村民非常团结 我们近千人去北京市政府 去服务院等部门去上访 我们村是老村子 就是几百上千年的村子 但是北京市区 向她宣传的任何合法的手续的情况下 她要求投退 当时村民在不懂 也知道什么叫强差 但是不知道藤退是什么意思 藤出来退给谁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国政府是1949年成立的 但是就像我母亲家的房子 都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就在那里住 我们藤出来退给谁 退给清朝 或者说退给唐朝 或者退给什么朝 我们当时就 这是一方面 现在也可以看看 现在视频上也有一些我的照片 当时呢 是周边北京周边大家都知道 北京的房价非常贵的 我们当时周边的平均房价是四五万一天 当时她给我们是八千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都 特别抗争 她就停了 在一年十一月的时候 她又重新启动了这个腾队 她们做了一年的准备 让村领导和那个党员带头 但是大家都知道 她当时说的是一村一侧 我们这儿是一户一侧 我们这儿有一个副村长 是广胜 她还带一期的房子 她就有十三套 而我们村民一两套都是 就是那种没有产权的鬼鬼 就是那种 叫胡仙王吧 只这样等 没有人会知道 她的质量是好是坏 但是从数量上 每个村民就在一年级的小孩子 也是知道的 就这样 被他们给瓦解了 这个所有的村子 被他们给瓦解了 他们就开始 我们的石头庄村子就像闹鬼 每天不是整个村子井盖 突然这一夜这间就没有了 每个血盆大口就在那张着 要不就是突然停电 每天停不知道多少时间 我们打供电局的电话 修好没有十分钟 要断了 总是这样 而且供电局的工作人员说 你们这儿的电非常难修 因为别处店都是吊炸 或者怎么着 你们这儿所有的都给剪断 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给剪断 然后就是我的房子 因为其他人家很多人口多 我就我和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呢 我为了保 因为她是卫生年人嘛 我为了保护她 我让她去亲戚朋友家住 我家只有一个人看着 就像这种闹鬼的亲戚 大家可想而知 我当时是在多大的压力下看着过来的 我那时候刀子是不必身的 我有一块包里是刀子呀 还有什么 就是这种黄身的东西 我都是随身铁带的 睡觉的时候我也是 我都是抱着这个刀子睡觉 枕头底下 被子底下 都有大刀小刀的 都准备了一大堆 然后呢我就养了猫啊狗啊来陪我 养了一堆的猫狗 现在想起来真的对待 大家都对待小动物都好一些 真的在这个观念的时候 这个小狗好朋友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2012年4月看第一期相拍 现在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2014年 2012年4月 村委会带领 这次是不超过一千人的强拆队伍 我在房上一边报警 一边给同学们打电话声援 我拿着这个刀子 还有前面很多汽油 下面我也有很多汽油 我家里准备了 就那种大的那种铁皮汽油桶 我准备了六七桶 然后屋里也有 房上也有 我是随时准备 房黄人王 房子共存亡的 然后下一张照片是 哦不是还没有到 然后在2012年的7月 然后又有第二次强拆 第二次强拆 可以放一下那个承拆的录像 我是这次我没有赶上房顶 因为上了房顶之后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当时我弟弟还有我一些朋友 来到我家 知道要强拆 然后我就在房子的屋里 因为我要是点燃的话 只烧死我一个人 我不能连累其他的朋友和家人 然后村民呢 有一些也是跟我一样的村民 不愿意要我 就是你看他第一家围的是我 然后村民就急了拿摄像机照 然后他们就把村民摄像机抢走 然后还有的村民制止那个 岁数大的 还有一些人进入那个围的那个 那个进行去的那个线 他们就把村民给打了 然后这是第一次元的 还有一个七月的 你找一下七月 谢谢 就在这个二零七月 他们这两次都没有把我拆掉 因为我浑身 尤其是第二次七月的时候 浑身偷满了汽油 然后一直在喊 房子部村王 我已经铺满了汽油 我浑身已经铺满了汽油 我还在玩命的打11012345的电话 因为墙差的队伍集合是凌晨三点多钟 而我们那七月份的墙一直达到了下午两点钟 警察都没有露面 后来我发现 这是在窗外 在房顶上的我的朋友 我是在铺照的 对不起 我当时在骂人 我当时真的已经疯了 还有另外一段应该 因为这段的时候已经在中间了 我的情绪就稍微平静一下了 下来一点了 因为他在别处的时候已经在强开 而且我那边强拆的这些人 比原来要少了 而且他的速度要慢了 就像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能把我拆掉 在2012年的过了一个星期 然后他们想办法把我给拘留了 然后他们把我给送到的 不是这个 这是我姐的 这个她先看这段也可以 这是去年我姐李美清 也是被强开的 她走在石榴庄的一个小区里 被石榴庄市区乡不知道 他们累积政府安排的人员打了头和身体 这是在小区的一个监控录像 然后警察去调录像的时候 我姐在非常难受的情况下 说我也要去看 看到底多少人把我被打了 她一看是一个 但是我姐看到的是 十几二十个黑社会人员和村委会 书记徐远超的弟弟徐远巴 还有派出所的民警 黄胡飞在现场 现在前面走的是我姐姐 后面骑车和走的 是打我姐的几十人员 大家可以看 好 当时她说我姐跟我说 我当时已经晕了 但是我也要看看 到底是我想追他们 但是追不上 但是到起门口了 就看见了十六院派出所 黄胡飞和区委会许远巴在现场 还有一些黑保安围在中间 当时报警之后 警察来了 这是被打的包 最大的一个包 大家可以知道 现在国内危险 是跟我们的危险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 我十七月十二号被 换到南院派出所 然后被他们之后不给犯支 又被打晕 进去了昆台居留所 居留了五天 那次五天 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就没有了 我的弟弟李宝君 还有一些朋友 被我参加的朋友 都被控制 但是我 他的一些朋友 被打得清 我的弟弟 对 这是我浑身破满汽油 屋里破满汽油 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 然后其他朋友在外边 因为我在里面很忙 我要破汽油 我要准备刀子 我要准备喇叭 我要报警 我要找朋友 所以路向有点晃 而且不是总是在坏在外里 大家看到那辆汽车 是我们村民的汽车 我们那儿有一天晚上 所有的就是村民不搬的村民 所有的汽车不是被砸了 就是被扎轮胎 就是被被被划伤 划坏了 就这样闹鬼的村 但是我们每个村民 为了方便 都准备了一部平化机 对 我还要往外发现手机 我这边要照着 这边还要往外发现 呼吁大家来声援我们 因为所有来声援我们的人 已经进不了村了 我们村已经被封了 各个的走路跑 只请出不去进 我们自己的村民 在外边的村民 也是跟人一起进来进去的 我这边因为我有汽油 我的汽油多 他们是知道的 所以最后还来了两辆救火车 一辆大的一辆小的 这个视频里也是有 其他视频里也是有 当时我已经生死历劫了 书画的一眼紧张 反正就是想到 反正活不活了 但是我不能白死 我肯定要拉喊便背的 因为其他村民也在请 就是说我那边又在围上了 他同时围着十个庄和双庙村 两个村子 一屋围落了十几桌 这伙人是领导吗 哦对 这伙人是领导 还有更大的领导 在其他的位置 他们没得走那么近 这个胖子就是郑广生 他就有一期十三套号 就是绿地区的 二期有多少套号 他们就封锁消息了 谁又不知道 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7月12号 他们把我拘留 7月8号到12号 把我拘留了 然后我都出来的时候 就是家人被打 我弟弟也打了 从货血流的 然后身上财务 钱包也这样都被抢 不用放了 一会儿你放点 那我会不行了 对 这个就是 这就是我9月份 无家可归 然后呢 我就是穿上的装衣 我周边都是黑社会那样 穿上的装衣 对 周边都是 这些都是比较高级的 可以说 因为他们没有穿黑衣服 他们穿的是蝙蝠 那么尊宗我们都是他们 强占也是他们 因为进屋子强占的时候 是有好处的 谁家有金银财宝 有金银财宝 有金银财宝 他们都是随身财宝的 他们都不会上交的 抢刀了 对 但是我家呢 我家有我 有我就是 长的 祖辈存下来的东西 还有一些 他们都知道我 知道我 喜欢这些东西 送给我的一些 不要值钱的东西 结婚的一些东西 还有我家的东西 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 对 这是其他地方的强占的队路 就是各个地方 各个点 就这样的话 我姐姐是在8月6号被强占的 8月6号被强占的时候 她就被关进了黑监狱 关进了黑监狱 我妈妈去找 然后她最后的书记徐远超就说 反正一楼 聊了就回头 签了字就好了 我妈的意想也是 借的几乎就那么弹了 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妈再找我姐姐的 再去要求借我姐姐的时候 我姐姐已经不承认行 这张照片是已经挥露出了半个月的时候 实在是去封财分局 需要你的立案通知书的时候 他们不给 然后我姐姐晕倒在那里 然后我和我妈妈去找 他们又不让救护车来救 救护车到了 他们也不允许我姐上救护车 我们不允许乱超 乱超说的 不签字就是要饿死他 十多天不给饭吃了 他还这么强硬 我和我妈妈一人买了一瓶DTV 然后闯到东南海 当时东南海的人员把我们控制住 然后抢走了DTV 然后我和我妈妈去求他们 跪着求他们 要救我姐姐 如果我姐姐死了 我们全家都不活了 然后贴着那边中南海的警察 就沟通把我们送到古街本出所 然后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警察过来跟我跟我妈妈说 放心吧 你北京已经送到了医院 正在救治 然后当时我一下就 就晕过去了 当时因为心心心急太急了 就晕过去了 然后我姐的 立案公知书组是拿不到 然后我姐又晕倒在那个 是 不财区门口 我们不财区分局的门口 当时分局的领导是黄晓帆 压力说你们 他们拆你们我们不管 只让你们闹 你们维权我们就抓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能闹也不能维权 我们就没有地方住 只能回载地地 穿上装衣回载地地 然后就是因为我穿了那一日装衣 又被拘留了七天 对对就因为这个 对我被拘留了七天 然后这是我第二次拘留 然后杨佳的那张照片 因为杨佳是我的 心目中的英雄 他是我的榜样 我能走到今天 就是他一直在折留我 一直跟我说话 但是我就是 然后因为许致勇博士 要求官员采上公事的评项 我是从2012年的 10月开始 公立的时候 我们会谈一些课题上的话题 然后我非常认同 这个官员采上公事 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副村长 他就一起有12套房 我不知道他其他的书记 其他的频道有多少套房 有多少财产 所以我要去官员采上公事 我要做取缔北京市的 黑监狱 因为我姐姐在听监狱 差点被饿死 不知道哪个访民 不管是派省市的 还是北京的 他只要被关进黑监狱 我们知道的消息 我们知道的地点 我们就会去截黑监狱 我们就会去敲门 让他们把这个访民放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访民的孩子 还有一些维权人士的孩子 我们要求外国 我们要求教育 我们要求小安妮上去 我们要求释放所有的良心 因为我做了这些 我们要求同城吃饭 同城唱歌 同城去逛公园 尤其这些事情 他们把我从2013年12月 把我给逐留了 当时其他的人 关在第三探政所 而我关在北京第一探政所 大家都知道 那是重大案件的 才是关在哪个地方 当时呢 因为我没有犯法 我跟伯伯说 我说没有犯法 你们把我抓到这儿 你们在违法 你们在犯罪 因为我都不配合 他们把我的鼻子关鞍水 当时的鞍水有多呛 有多烧 当时我的鼻子整个都被烧伤 我的嗓子也被烧伤 因为说的都是通的 他们也没有人管我 我当时喘不过气嘛 刚开始就是黄水 就是那个鞍水的黄水 后来又不能 另外能治不结肝 我只能跟其他的御友 又有什么都没有 我只能跟其他御友 要那种大宝的 就是黄磺 就这么去我 让他稍微一些 我才能让那个 大个的搁置出来 然后就流血 我真的喊不上气的 没法睡觉 我这个椅子墙 他们就不允许 因为看守所里 这个规律很多 我就只有创墙 我创墙 他们也有什么 他们就假装过来 给你打一个 给你吃点什么 小的药 其实 我听他们其他的人 说再提供 对哪儿管理我 但是他们当时真的 别说给我吃的那种 没有 他们就给我吃毒药 我当时真的 那种感觉 真的生不死 这是我在第一个看守所里 律师见我的时候 给我找的照片 但是我非常的 就是 鼻子刚刚好一些 律师见我非常高兴 然后呢 我知道不允许照这样的 尤其像我那样的良心伴 他们是哭了 闭上眼的 不知怎么 他们就是疏忽了 我的律师是李和平 我忘了名字 第二个律师是王军律师 那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王军律师 给我拍出来的 当时 罗宝非常的生气 说你在里面你还这样笑 当时我不知道外边的朋友 看到我这张照片 他们非常激妒 他们为我写诗 为我画像 我非常感谢他们 就这样我在 因为在里面的酷刑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说 现在良心伴在里面写回过 大家也原谅他们 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在里面 我说我没罪 你们能怎么样 我再说大不了 看几年 你早晚爸爸放过 放过去我就没完美了 后来他说了 你如果 你妈的身体 你爸的身体 你也知道 你出去就见不着她 你的女儿会怎么怎么样 你的家人会怎么样 就是这样威胁 恐吓 于老水 就别说了 然后他们如果 警察也不高兴 你跟着老土鱼吧 大家伙也得 你就有得享受 然后 就这样的话 我就是被 取保护生 我在里面待了半年零七天 取保护生 后来我实在没有得的情况下 我换了手 所以来到了 那我们说 谢谢 当时是 这个是 这不是 这是我13年去台湾 参加一个研系 然后这是美国议员 知道我被 从台湾回去以后被拘留了 然后这个议员帮我写的要中国政府释放我的一个尊业委员的一公信 比如说是政府一公信 还有一个国际大社组织都为我做了很多工作 现在我会借这个机会感谢他们 当时我们昨天说是军香 然后市里的领导师刘琪,郭军龙,王安宣 他们去我们石头状村视察了两千次 因为北京电视台都有新闻发布 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郑振华 区域领导李超刚,佣晓帆,杨丽 江领导,王振华,王永宗,孙领导,杨德财,徐远超 还有他弟弟,徐远发,张金萌,郑秀媛 郑振华欣,十六元托所,组长 他们串动了仪器 我们村子被强差之后,圈起劝 就是圈起为强,上面写的是一个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儿是由 贪能鼓龙集团的曾庆红和曾伟家族 他们来占我们的土地,使用我们的土地 现在我自从在华盛顿15年9月拦截习近平车 和2016年3月31号拦截习近平车两次 我的家人受到了严重的控制 我的父亲70多岁了,干了一辈子 至今不给退休金,不给保险 我的家人,现在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保险 你可想,我的母亲72岁了 至今身体不好,不敢去调病 这样的压力之下,我的母亲非常支持我 说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是妥协了 你必杀了我,我还难受 她也可不调病,也可挨家忍着 都这样的支持我,我感谢我的母亲 在今年的4月6月 我感谢我的朋友来美国佛罗里达会见 因为我们一直也有朋友们在关心我 在帮助我,我们在研究下一步是4月份 如何更强更大,更有力的成功 谢谢 我也感谢现在所在在场的朋友们 多多关注我们 这些草根,这些绑年 需要你们,我们会更努力 谢谢 我们从李宽君的讲述当中 看到了中国的所谓的强大 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就是建立在像乌坎村 像石榴村,像李宽君女士 他们这样的灾难的情况下 中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这是一个现身的一个说法 高克杨家,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给你一个说法 已经成为很多访民的凯诺 自从杨家出现 朝野的对立 就是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谢谢 谢谢